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 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看过我们前面关于HTC专利策略与VR发展的影片 记得先去看看,会更容易连贯理解 曾经在这位型手机崛起风潮中,HTC一度是市场上的耀眼猩猩 那你知道吗,在它的全盛时期,虽然HTC也投入了一些使用者界面相关的专利 整体专利总量却远少于Apple与Sansom 尤其在软体、界面与通讯标准等关键领域的布局明显不足 让HTC在专利战场上捉襟见肘 相较之下,Apple与硬体加软体加使用者体验打造完整的专利壁垒 Sansom则常年累积大量通讯标准专利作为筹码 面对这样的专利组合权,HTC几乎无力防御 今天就带你来聊聊这段布局失衡的隐忧 看看专利缺口是否真的加速HTC的衰落 故事要从2010年说起 2010年3月,Apple忍不住出手了 它正式对HTC提出控诉 一口气指控HTC侵犯20项专利 范围从iPhone的使用者界面到硬体设计通通涵盖在内 这些专利可不是随便的小细节 而是iPhone的灵魂 多点触控,手势操作 甚至是让使用者觉得好直觉的互动设计 简单来说 Apple把智慧型手机最吸引人的体验都牢牢申请了专利 然后直接把HTC拉上战场 HTC当然不甘赤落,立刻反击 宣称Apple也侵犯了他们持有的5项专利 还打算透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DC申请禁售Apple的产品 看起来好像旗鼓相当 但实际上,这场比赛一开始就不公平哦 因为HTC的专利总量明显少于Apple 缺乏足够的防御筹码 相反的,Apple的专利则值及使用者每天都在用的软体界面与操作功能 就像一边只能勉强矩盾防守 而另一边却已经用长矛刺向的核心哦 这第一回合,HTC就显得软体攻防不足 防不住Apple的专利公式 Apple等于是提前按下了智慧手机专利站的核爆按钮 进入2011到2012年 Apple并没有放手,反而加大力道 这一次,它甚至直接透过ITC 让HTC的两款主力新品 HTC One X和Evo 4G LTE 在美国海关被拦下哦 因为判定HTC的软体功能侵犯了Apple的Data Detection专利 这个专利听起来很小哦 但功能却超级日常哦 当你在简讯或email里看到的电话号码或email地址 手机会自动把它变成一个可点击的连结 点下去就能拨号或发信 Apple把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便利申请了专利 然后用它卡死HTC哦 这场Delay不只是货卡在海关这么单纯哦 而是直接拖慢了HTC强势的节奏 要知道,这位型手机市场讲究的是实机 一支旗舰机如果比对手晚几周上市 话题热度就会降温 消费者可能直接转向其他品牌 结果HTC原本寄予厚望的One X 在最需要冲销售的时刻 却硬生生被Apple的专利卡住了哦 这不只是时间上的损失 更是品牌信任的崩塌哦 因为一旦消费者信心开始动摇 媒体报导又放大HTC手机被禁售这种标题 品牌形象就像滚雪球一样往下掉哦 你注意到了吗 当Apple开始用专利打击HTC时啊 HTC自家手里的牌还真的不多 于是,它不得不去找大哥Google帮忙 2011年,Google一口气转让九件专利给HTC 让HTC好歹能在法庭上多丢几颗反击的手榴弹 这就像是临时抱婆脚 靠盟友塞武器给自己 才能稍微有点底气面对Apple的连环攻势哦 可是问题来了 这些专利虽然短期内能拿来还手 但终究不是HTC自己生根的核心专利 防守力有限啊 这像借来的盾牌 能挡一下,但总觉得不稳 接着,HTC再出大招 豪值3亿美元收购S3 Graphics 希望借由这家拥有200多件图形技术专利的公司 增强自己的武装哦 当时外界一度期待S3的专利能成为打敌Apple的秘密武器 甚至可能在显示处理或影像技术上找到突破口 结果呢 S3对Apple提起的专利诉讼最终被美国ITC驳回 HTC砸架的重金啊 基本没换到多少实际的防御效果 简单来说 这一招算是子弹打空 钱花了 却也没打通敌人哦 如果说在软体专利上HTC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那在通讯标准必要专利SEP上啊 更是完全被碾压哦 SEP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3G、4G、5G这些通讯标准中 必须要用到的核心技术 拥有SEP的公司啊 就等于握着所有手机厂都逃不掉的过路费收费战哦 HTC的SEP布局很薄弱 所以当Nokia发动专利战时 HTC几乎没有什么筹码可以反击 Nokia在德国、英国等地法院接连取胜哦 甚至对HTC One mini颁布销售禁令 迫使HTC在英国直接停卖这款手机 这对当时已经销量下滑的HTC来说哦 简直是雪上加霜 更惨的是啊 HTC还因为麦克风设计涉及侵权 被迫更换零件 导致产品成本增加 市场节奏再度被拖慢哦 最后 HTC只能选择低头 与Nokia达成专利和技术合作协议 才算让这场拉锯战暂时落幕哦 但代价是什么 除了金钱上的付出 更是再次做时的HTC在SEP战场上没有主导权的事实哦 来我们相对比 苹果与三星的集中式专利策略 这里对比就特别鲜明哦 Apple的专利战略不是零散的 而是完整的体验封锁线 它不只守住硬体外观设计 还把软体功能、多点触控 使用者体验的核心互动一网打进哦 从滑动解锁到画面回弹效果 再到双值缩放手势 这些看似自然的操作啊 背后都有专利保护哦 等于是把使用者每天最直觉的习惯 锁进了自己的专利笼子里哦 这种打法就是所谓的整体使用者体验专利壁垒 再看Sansung哦 它走的路径不太一样 靠的是常年累积的通讯标准专利 SEP 在3G、4G甚至后来的5G 三星都有大量的SEP 可以在谈判桌上跟任何手机场评级评作哦 因为没有一家厂商能不使用这些通讯标准 所以三星自然握着超强的交叉授权筹码 这让它在专利战中很少融为被动 反而能用专利去换市场空间哦 所以你看 Apple靠软体以界面专利逐强 Sansung靠通讯标准专利架桥 两者在专利战场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完整战略 反观HTC 只能靠少量的专利 临时借专利 砸钱买专利来补动 这种哪里有动补哪里的打法 怎么可能守得住一场全球规模的智慧型手机专利战哦 那专利不局不均啊 对HTC造成了什么致命的影响 专利战争的本质啊 其实就像一场看不见的成本赛跑 谁手里的筹码越多啊 谁就能在谈判桌上笑到最后 对HTC来说 专利不局不均衡就像天生扫带的武器上战场 后果一个接一个浮现哦 第一 成本压力 专利授权费就是隐形的手机税哦 虽然HTC被迫和Apple签下10年的交叉权协议 外界估计HTC每卖出一只手机啊 就得支付至少5美元以上的专利费哦 你可能会觉得5美元不多 但别忘了 那是一只手机净利可能只有几十美元的年代哦 光这一笔专利税啊 就直接侵蚀了HTC的毛利 更何况市场竞争激烈 Android阵营各家厂商拼命压架 HTC的利润空间早就已经很薄了哦 换句话说 每多付给Apple一块钱 就是从HTC自己的鞋里抽出来的哦 第二 市场节奏被干扰 新品被卡 品牌热度瞬间冷却哦 这位型手机市场拼的是10G One X12 EVO 4G LTE 这两款原本有望成为爆款的旗舰机 却因为Apple的专利诉讼啊 被ITC卡在美国海关 结果呢 一言辞就是好几周 最黄金的档期被错过了哦 要知道 在手机市场里 晚个一个月 就等于落后了一个世代 消费者一旦转向三星 LG或其他Android手机哦 HTC的机会就回不来了哦 更惨的是 媒体还会大肆报导HTC手机被禁售 这样的新闻 直接打击品牌信任度 这种市场节奏一旦被打乱啊 就很难再追回来了 第三 缺乏反攻筹码 永远只能被动挨打 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啊 HTC没有足够的软体 UI专利 也没有SEP专利 这意味它在专利战里 几乎没有谈判武器哦 Apple可以用操作界面专利卡住HTC Nokia可以用通讯标准专利 竞售HTC手机 但HTC却很难拿出同等重量的专利反击哦 于是它被迫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比于应付诉讼哦 就像在拳击场上 对手拳拳到肉 而你只能举手户头 根本没机会还手哦 所以综合判断之下 专利布局不均是否加速HTC的视为 答案非常可能是哦 HTC的衰弱当然不只是专利问题 还有产品策略 行销资源 品牌定位 供应链管理等等等等等 多重因素交织哦 但专利的缺口 绝对是压垮骆驼的重要一根稻草哦 它让HTC在专利战的一开始就被压制 无法用专利来护航自己的创新 它让对手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用诉讼和竞售 来延迟HTC的上市节奏 甚至迫使HTC付出高额和解金和授权费哦 它让HTC即使花钱去补专利 也来不及恢复被打乱的市场机会 与消费者信任哦 结果就是专利不均衡 让HTC在智慧型手机竞赛中先输掉了法律战 也拖累了市场战 当品牌热度逐渐被商星抢走 亦论被Apple消耗 HTC只能一步步失去自己曾经拥有的光环哦 总结来说 HTC曾经站在智慧型手机的浪尖 却因为专利布局失衡 在战场上处处受制 虽然手中握有一些专利技术 但在软体界面 使用者体验与通讯标准SEP这些关键领域啊 力量始终不足 当Apple用专利足起一道体验高墙 神送与SEP搭建标准护城河时 HTC只能勉强应对 正如我们在HTC 为什么还能活下来那支影片里提到的哦 最后这些专利充其量只能像一个救生圈 能换到一点续命的资金 却无法带它游回巅峰哦 一次次的授权费 一波波的禁售与延迟 向不断抽走市场的信任哦 让HTC从潮流指标 慢慢跌落为市场边缘人 最终啊 这段历史成了商学院与专利界最经典的警钟哦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如果当年HTC 更早意识到软体 UI和SEP的重要性 结局会不会从此改写不再如此被动 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又或者 正是因为这段挫败的经验 才让HTC在VR领域选择提早布局 就像我们在HTC怎么靠VR翻身那支影片中所分享的哦 寻找另一条突围的道路 我是杰奇 谢谢你看到最后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 记得帮我按个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样YouTube也更容易把影片推荐给更多人 那我们下次见 Bye